古代中国,对整个世界都形成了巨大的影响,用顶级强国来形容中国,这一点也不夸张,而除了中国之外,人类历史上还曾经出现过七个顶级强国,他们分别是谁,现在又是什么水平,纵横历史现实,品评时代人物,欢迎订阅管桃解读。 资本积累,社会更迭,全球各国对于近代化的认知和标准有所不同,一部分历史学家认为,从大航海时代开始,整个世界就逐渐迈向现代化阶段资本的原始积累,让大航海成为人类历史的一个里程碑,而后续的资产阶级革命。 又以此为动能,若以这个时间区间来看,世界上有四个国家达到过顶级强国的水平,其中最为特殊的就是古代中国,中国的强大,不是某一个时间节点的强大,而是一个连续性,持续性的状态,上下五千年文明,火种未曾断绝,除了中国,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做到,光是这一点,就足够让国人感到优越,把国家实力拆分来看, 无论从政治、经济、军事等具象的领域分析,还是从笼统的文明传承角度分析,中国的独一无二都无需质疑,在政治上。 我们经历了从原始部落时代到奴隶主贵族时代,再到封建社会的完整变更历程,而哪怕是在等级尊卑观念最严重的古代社会,中国人也能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呼的口号,思想上的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, 政治上的压迫与斗争,推动着中国的政治文明不断进步,同时也让国人身上呈现出保守与进取并存的迷人气质。 在经济上,西汉与大唐的鼎盛不用多说,北宋时期,中国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,宋朝经济发展水平也一跃成为世界顶尖行列。 至于更加抽象的文明延续,今时今日的中国人还能认识甲骨文,还能唱出工商脚之语,还能了解礼乐和宗法制度,这是来自历史的馈赠。 中国作为一个文明之火始终燃烧的顶级强国,现如今也站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大国力量,为和平与发展做贡献,而在航海殖民时代。 英国也是毋庸置疑的顶级强国,他们的强大,靠着日不落帝国这一称号就足以展现,什么叫日不落帝国,当时的英国,殖民地遍布东西半球,殖民面积远远超过本土面积,太阳从西半球落下。 马上又会从东半球升起,属于英国的殖民地,永远都会被太阳照亮。 经过第一次工业革命,英国在工业发展上建立了绝对的优势,海洋作战更是到了战无不胜的地步。 据英国历史记载,在其殖民地范围最广阔的时候,整个帝国的面积高达3400万平方公里。 全球人口的四分之一几乎都在他们的控制之下,英国的辉煌和强大现在回过头来再看,只觉得恍如格式,他们崛起得太快,衰落得也太明显。 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,英国国力便明显不如从前,虽然还保留着老牌资本主义强国的气质,但表里不一的情况已经十分严重。 二战中英国的绥靖政策更是让全世界看到了他们的软弱无能。 现如今,英国尽管还保留着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位置,但独立程度已然是一言难尽,他听谁的话跟着谁行事。 明眼人都能看出来,如果说一战拖垮了英国,那么和英国正相反的是一战成就了美国,现在在英国面前大摇大摆当大哥的美国,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。 独立战争的爆发,让美国有了建国的基础和实力,后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,美国隔岸观火,大发战争横财,这又为后续发展积累了莫大的资本和底气。 而真正成就美国顶级强国地位的,还得是1945年之后的两级格局,美国与苏联作为全球为二的具备称霸实力的国家,在冷战背景中的强大不言而喻。 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,美国再无对手,从此一超多强的世界格局逐渐形成唯一的超级大国,正是美国,时至今日美式霸权已渐渐衰落,但其庞大的体量仍不可小觑。 至于大航海时代开启后的最后一个顶级强国,那就是西班牙,当然也有人把葡萄牙和西班牙看成一个整体,这两个国家是最早吃到大航海红利的国家,他们派出航海家从不同的路线探索大海和大陆的奥秘,从而在非洲和南美洲等地陆陆续续建立殖民地,如果非要在葡萄牙和西班牙中间分一个高地。 那么显然,西班牙帝国更有资格被称之为顶级强国,在英国之前,西班牙是世界上殖民地范围最广的国家,它的领土面积快要达到2000万平方公里,世界上80%以上的金银开采权力都掌握在西班牙人手里。 如果光看数据,无法直观地感受西班牙帝国的力量,那么听一听现在生活在南美洲的人讲出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,就能知道曾经的西班牙帝国的历史影响力有多强大。 当然,现在的西班牙早已泯然众国在欧洲的各个发达国家里。 他已经不能算作代表,古老帝国,影响西方,接下来要介绍的两大顶级强国,他们都对如今的西方文明起到过不容忽视的塑造作用,其中之一古罗马,堪称西方强国顶配,古罗马主要分为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时期,它是公元前九世纪初在意大利半岛蓬勃发展的国度。 最鼎盛的时候,罗马将域横跨欧亚非三大洲,地中海也不过只是它的内海,到公元一世纪,罗马人口已经突破了五千万大关,甚至逼近六千万。 罗马经历过王政时代和共和时代,有过高度集中的专制统治,也有过观念更为先进的共和文明,像罗马元老院和人民大会,都是近现代全球民主文明的蓝本。 而且,西方国家一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,罗马法集中体现了西方文明中法的精神,如今的西方法律体系很大程度上借鉴了罗马法中的规章制度。 很难想象,在同时代其他国家仍旧处于神权和王权的蒙昧当中时,罗马就已经出现了民主意识的觉醒,并且产生了平等的精神理念,若无罗马,西方历史或许会被彻底改写,古罗马衰亡之后,他的核心部分经历过许多迭代。 最后形成今天的意大利和一些周边国家。 另一个塑造西方文明的顶级强国,就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,从地理位置上来看,奥斯曼帝国大部分领土处于亚洲,政治文明与东方国家也有着相似之处,但是从文化色彩以及土耳其人的身份认同来看。 他们更加倾向于西方文明,在帝国的巅峰时代,奥斯曼军人横扫欧洲,进军亚洲,打向非洲北部,索向披靡,他们特有的宗教型政治文明,直接影响了如今的伊斯兰教,并且促使西方人审慎考虑宗教和政治之间的关系。 后期发展过程中,奥斯曼帝国的君主曾进行过欧化改革,这使得土耳其人打从心底里认同自己的欧洲人身份,也直接塑造了今时今日土耳其的政治立场。 不过现在的土耳其远远称不上世界强国,奥斯曼帝国的辉煌终究成为历史。 土耳其人也只能翻开史书,从点点滴滴的记录中寻找祖先的荣光,早期强国,魅力非凡,如果再把历史的时间轴往前调,我们还能从人类文明的舞台上找到另外两个顶级强国,他们生存于更早期的阶段是同时代各大政权中的佼佼者,比如亚述帝国,这是一个存在感不高,影响力不低的顶级强国。 最开始的亚述只是一个城邦国家,最大的领土也就是一座说大不大,说小不小的城池,到了亚述中期,它的领土范围不断扩大,人口肉眼可见的增多。 极致亚述帝国时代,从小亚西亚到整个叙利亚地区,再到地中海东岸和埃及,如此广阔的领土都在亚述帝国的掌握之中,亚述帝国的发展,能够对周边的国家形成辐射, 亚述文明也间接影响了小亚西亚区域内的其他文明体系,它兴起于公元前三千年左右。 前后存续的时间多达两千多年,但由于年代太久远,各方面历史资料记载严重不足,所以后来人回溯历史时,常常会忽略亚述帝国的存在,可实际上论文明。 它可是后来很多强国的老祖宗,现在的亚述人后代,大多生活在伊朗、伊拉克、叙利亚等国家,其中,伊拉克北部有着他们文明的渊源。 而接棒亚述帝国的顶级强国,当然就是波斯帝国了,波斯帝国的地位,前五古人。 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横跨欧亚非三个大洲的国家,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物理距离的壁垒。 波斯帝国建立于公元前五百五十年,在公元前三百三十年灭亡,存续的时间只有二百多年,不算长。 但它的历史地位却不是时间可以衡量的,在鼎盛时代,波斯帝国的国土面积达到了五百五十万平方公里,大流氏仪式统治时代,波斯帝国的人口有一千七百万之多。 这两个数据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不算多,但放置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下,和同时代其他区域的政权相比, 波斯帝国绝对是毫无疑问的政治领头羊,它的君主专制制度和地方行政制度。 某种程度上来说,成为了其他国家模仿的对象,其中,行省制度,赋税制度,军队选拔制度,其发展水平都领先于同期国家, 但和亚述帝国一样,在历史浪潮的洗涤之下,波斯帝国最终也沉寂于大浪当中,贵于平淡,纵观八个顶级强国,有的国家早已经灭亡,有的国家还在存续。 而中国对比起另外七个国家,优势更是显而易见,几千年的文明积淀加创新性的时代思维, 是我们屹立于世界舞台的强大保障,在中华儿女朴素的爱国观中,自豪两个字是自然而然衍生出的澎湃情感。 有的国家正在诞生,有的国家正在消亡,这和生老病死一样,属于不可逆转的规律, 不过无论如何,顶级强国曾经焕发的强大魅力,发挥的强大影响力,都是载入史测的抹不去的痕迹。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,大家有什么看法可以留在评论区, 感谢大家的观看与支持,觉得内容还不错的朋友,可以点击订阅,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,我们下期见。